嗨 大家好 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 Twitch BVD還有Discord 今天 丁丁姐又曾在你的微信官方公告了這一次的另外一個陰靈 光玉峰呼顏碩 呼顏碩 主性是光嘛 然後玉峰 然後他的天賦部分 三尺坤 這是什麼 魚 主動攻擊造成擊殺之後 要擊殺之後可以獲得這個盾地的BUFF 然後這個盾地的BUFF可以持續兩個回合 敵方行動如果結束的時候是落在呼顏碩附近一個的時候 他的盾地會提前結束 你看到這個GIFT 擊殺之後會盾地 他就是在留下一坨金銀財寶 還蠻有趣的設定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敵人只要走到呼顏碩 周遭一個的話 那 呼顏碩才會出來這樣子 大家可以懂 可以可以理解 就是敵方一定要花一個回合站在他旁邊 才會讓呼顏碩附近 好 那盾地的BUFF 提前結束之後呢 在非盾地的BUFF的情況之下呢 是物攻5到15% 那從這邊上看的意思就是 你沒有盾地的時候呢 你的物攻就長度就是5到15%啦 那盾地的BUFF是移動E跟絕學生成加1 所以看你有盾地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移動並施加這個 呃攻擊的好 那你在這個時候收到物理的傷害減少60% 應該是 主動攻擊 然後主動攻擊進入對戰 則提前結束盾地 也就是說 你 有點像那個什麼 引盾啊 有點像希哥的引盾 就是你不會被敵方選中 然後你主動攻擊的時候呢 會提前結束這個盾地的BUFF 好 就是以天賦的部分 還算蠻有特色的啦 那你沒有盾地的時候 你的物攻就長度 OK 好 這個盾斬 昆倫 無視護衛攻擊 當然敵人是1.6倍的傷害 然後這是氣力技 這個氣力技要花2點就好了 那暴擊提高20% 那你 那目標如果攜帶BUFF的數量 小於等於3的話 這暴擊 傷害加10% OK 這個沒什麼特別的 不過就是 呃這邊有特別講啦 就是氣力 這個忽然說的氣力 可以通過盾地的BUFF去累積的齁 好 那主要就是無視護衛啦 這個就還行這樣 個人覺得還行啦 好 再來這一招是陽城摧月 陽城摧月 好 範圍技 對所有敵人到0.5倍的傷害 好 獲得這個左層的BUFF 持續兩個回合 那兩個內的敵人會主動 兩個內的敵人主動釋放技能之前呢 他可以使其兩個BUFF 變成隨機的BUFF 獲得 或者是刷新 這個盾地BUFF 使該狀態持續回合數 刷新這兩回合 OK 這是配合天賦用的啦 你放完之後呢 就可以獲得這個 呃 盾地的BUFF 然後可以刷新 就是最新 或者是你有該狀態 然後就刷新到兩回合這樣 那最大的功能就是 把人家的BUFF變debuff OK 任不走空 也是範圍技齁 它是0.6倍 這飛龍太暈首的概念齁 可以偷取一個敵人的這個 一個BUFF齁 那如果處於盾地狀態的時候 這額外多偷取一個 最多是兩個 那絕血釋放之後呢 目標如果沒有BUFF的時候呢 則是加封咒 哇那還不錯欸 那還不錯 好這是大範圍的AOE 然後放完之後可以偷取人家的BUFF齁 我比較好奇是說 嗯 偷走 它後面的絕血釋放目標沒有BUFF 應該是指 你放的時候 敵人完全沒有BUFF 你偷完之後 如果敵人身上沒有BUFF的話 應該也是不能直接封咒 應該是對 放這 放招式之前 就要是空的狀態 看起來是這樣 絕血 昆林盾步 像天穿測達到 作用範圍內的格子齁 造成0.4倍的傷害 然後 或者盾地 哇這格子蠻長的齁 就是要一直盾地就對了 不過像這個GIF圖檔啊 衝過去雖然有盾地的狀態 但是敵人如果 馬上休息了 那你就會現行了齁 是要小心齁 還是要小心用齁 好 這個技能組合就是 參考就好 那魂石 魯鬼 吃戀鬼 看起來都OK的 浮衝 目前是這樣 你說 嗯 我覺得 它比較偏多功能性的遇風 像是這個盾地啊 我想一下喔 盾地 盾地可以用到哪裡啊 暫時想不到 不過如果你盾地的情況之下 過去人家只有一個人的話 你再過去放的話 是可以的啊 就是多增加一回合的時間輸出 其實是可以的 呃 就先放範圍技嘛 強迫自己變盾地啊 然後天賦的部分是要擊殺之後 但是他大部分的絕學是可以 讓自己獲得盾地的buff 所以還算OK啦 那 範圍技 又可以偷人家的這個 呃 buff 然後也可以讓人家的buff變成debuff 但是以 以阿秋跟 胡言說來說的話 胡言說 胡言說 那個阿秋有正法 然後阿秋又有獨角 獨角仙 被動就有獨角仙 所以我覺得 如果是我自己會 這兩隻只能抽一隻的話 我個人是比較想要 想要抽阿秋啦 好那以上就是 胡言說的技能的介紹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一下 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 Twitch BBD 還有GISCO 那有什麼想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 跟我討論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